大家好,我是文蕊 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视频 谈到就是中国的废纸的价格 在往下走 就是下滑的挺严重的 然后最近又看到 在中国国内的自媒体里面 中国国内社交媒体 看上了一个消息 就是成品纸的一些企业 比如说九龙职业 包括山鹰职业 他们开始做什么操作呢 就是开始把他们的一些生产线 一些机器停下来 那我的理解就是 包括这些成品职业 他们整个的经营状况 都不是特别的乐观 谈到这个纸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太多重视 那天我谈费纸的价格 下跌的情况 我就谈到这个状况 其实大家谈到整个经济运作 很多人会想到水 电 包括能源 包括网络 谈到这些很基础的这些因素 事实上纸在整个中国的经济 全球的经济性当中 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几乎你从事任何行业 你都需要大量的纸张 所以说纸 目前它的价格 它的运行情况 变差的状况 就体现了中国经济的整体的情况 咱们就从纸这个事情来开始讲 整个 我就观察中国第一季度 1、2、3月份 今天是3月24号 马上第3月份就结束了 第一季度也将结束了 整体上感觉就是什么 第一个季度 是我这么多年做自媒体以来 感觉到 事情最多 但是这不是重要的 而且是这些事情最严重的这么一个月份 这让人有一种就是要从量变到质变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你知道吧 整体上大家可以想一下 最近发生这些事 咱们先从国际 外交上这角度来看 习近平去了俄罗斯 见了普京 他是在什么大背景之下见的普京 是普京在被发了国际逮捕令之后 他去的俄罗斯 那基本上就是说把他 习近平等于把中国 或者把中共 整个和普京就绑定在一起了 就这样一种感觉 现在全球的整个的阵营划分 可谓是境位分明 甚至像韩国和日本 现在都握手言和了 对不对 所以说包括我们看到消息 台湾总统蔡英文 马上要去 就是说出访 要陆经 途经美国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可能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就是什么 美国 就是签署这个法案 要解密整个疫情的起源的问题 这个对于北京 对于中共的压力 一定是非常巨大的 整个国际社会的这种 整体大局势的变化 对北京都是非常没有利的 对于中共 可能从贸易程度上讲 打击都是非常的严重的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咱们再回头来看国内 整个这一二三月份 我就感觉就很多很多事情 就是 不是说不仅仅是你以前没有见过的 甚至你以前可能想都想不到的 一些事情都发生了 比如说咱们看财政领域 我总结了说四件事情 我觉得比较大的 第一个就是 广西的公安厅 因为交不起电费 被供电局发了最后通牒 你们要不交电费 我们就听你电 这个事情大家看到了吧 公安厅 然后就是在江苏镇江的税务局 员工因为拿不到工资 然后他们举衡服 这个事情 对不对 税务局大家再想想 然后就是中国政府发的 所谓的什么政府改革方案 就是要从中央到地方开始 大规模裁册编制 这个事情 以前你可能也只能想想 这个事情 现在已经确确实实 都已经发生了 这是一件事情 还有就是什么 前两天大家看到 财政部推出数据 这个数据我不相信 它是真的 肯定实情况比这个更恶化 但是它 你看这个数据本身 你就知道 整个财政状况 已经是相当 相当糟糕了 这都是在 一二三月份发生的 这些事情 我在说边 这些事情 你以前没听说过 你甚至都想不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么在就业领域 出现了什么事情 我也说四件事 第一件事情 就是出现 二月份就开始出现 大规模的返行潮 找不着工作 只能是回老家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 第二件事情 就是什么 在就业领域 就是外卖这一块 外卖小哥这一块 很多地方 不能说很多地方 有些地方已经不招了 他们那外面 你想卷都卷不了了 甚至它整个单价 价格压到非常低的程度 这是我们能看到的 一个事情 第三件事情 就是清华的理工科的硕士 集体很难找工作 第四个 就是在北京地区的 硕士博士毕业生的数量 已经第一次超过了本科生的数量 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些事情 以前你可能真的想不到 就是在就业领域 那么在消费领域的话 就是汽车价格大幅的降低 这个状况 前两天就是谈到C6 降了9万 可那时候 很多人还感觉到很吃惊 怎么降了这么多 但是今天的话 你说降到十几万 大家可能也觉得 就这么回事 就是整个汽车 它也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产品 消费领域 大幅度价格降低 然后今天 还看到一个消息 就说比亚迪 比亚迪它是新能源汽车的 在中国国内的一个标杆性企业 标杆性品牌 比亚迪 有人在一些烂尾的楼里面 发现了大量的 比亚迪的汽车 他可能是不希望别人看 但是很多人看的进去 还拍了视频 也就是这样的企业 他现在也有很多 大量的库存 卖不出去 这就是中国的汽车产业的现状 它也是整个 中国消费领域的一个现状 然后这是消费 然后出口的话 这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 有一件事情 就是在港口堆积了 大量的空置的集装箱 前两天我在视频当中也谈到 在山下处 在宁波 州山港 最多的时候 堆积了47万个空的集装箱 这是他们自己不报的 真实数据事物这么多 有可能会更多 只是我这样认为 所以说再看看整个状况 然后在中共体制内部 有很多人说 习近平现在权力非常大了 现在权力如日中天 什么权力都拿到他自己手里 那其实这个事情 它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 就是说习近平在体制内外 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他加速 已经这个体制丧失了几乎所有的纠错能力 所以说在整个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就是说一二三月份我们看到了一些实无前例的 一个很多很多的危机的出现 那么很多人就会问了 那下面会是什么样 对不对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整个2023年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趋势已经是很明显了 这个就不是 就是说 不是我在这猜了 很多人在这猜 不是猜 他这个趋势你已经看到了 已经看出来这个趋势了 你比如说和国际上脱钩这个事情 这个已经没有办法避免了 就是很多习近平把这个路已经走绝了 这个路都走死了 你比如说他就是在普京被国际发逮捕令以后 还去俄罗斯 对吧 跟人家搞得这么亲热亲切 对不对 你说这个事情基本就是 大家看在眼里吧 已经没有回旋的机会了 就是要给你脱钩了 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对吧 那你说还能有订单吗 你说还能有外资 还能有大量的外资进来吗 这是已经不可避免的了 是不是 包括财政 现在整个房地产的情况 这也不用多说 大家能看在眼里 土地财政是肯定不行了 往下各个方面财政 它肯定是往下走 这个趋势它都能看到 包括就业 包括消费 对吧 等等 对吧 像就业 刚才我还忘了说了一点 就是连毛索大学都出现了 这种公务员专业 大家想一想 在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这个时代 它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时代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大时代 但是大时代 这个词好像说起来都是很好的意思 但是确实实 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所有的事情 咱们都像我以前讲了 都可能会存在偶然性 很多事情 但是其中有一点是不会存在偶然性 就是一个钱的问题 这个钱的问题 最近可能大家看到我视频 我也经常在看和经济相关的东西 整个体制 它在最终资金锻炼以后 没有钱了以后 这个体制 中共不论你多么以前 多么强大 最终还是要走向负面 这是肯定的 但是恰恰现在 在这个钱的问题上 整个中共能控制资源 在快速的减少 咱们就一点点看 好 这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